這邊來請教豐哥了 因為很多的投資人在這段上來的時候 其實叫做嘎空手 對 因為不敢買 慌了 慌了 怕 然後覺得現在買就是套在高點 就從一萬八一路看到兩萬三 好 但是你要告訴大家不要一直看了 不要一直看了 用一套高勝率的投資數 隨時進場隨時贏 對不對 但是要選對股票跟ETF 對 我覺得我的方法 其實主要也是因為我的工作的 好 好 這個型態來就是說 因為我自己很喜歡試各種的策略 然後因為我工作很忙 所以我就找了一個 我的其中一個帳戶 然後我就想有沒有一個方法 我能夠花最少的時間 去看盤的相關資訊 然後又能夠達到穩健的報酬 那剛開始做的時候 我也不確定這樣是不是比較好 但持續了一段時間之後 我發現還不錯 後來我就經過這一次被節目邀請 我就把過去的時間 在就有紀錄的時間 在這個106個月 我就找出來統計了一下 對 那我覺得報酬率真的還不錯 就是這個勝率還不錯 那我就跟大家介紹一下 好 這個我來講 因為我待過金周刊 我也待過Smart支付 不過Smart支付我待的時間 比較短一點 金周刊我們有富序哥 也是我的好朋友 陳古總編我們叫他 蝌蚪投資男富序好不好 那豐哥呢 不釘盤投資北豐哥 好 各霸一方都是長期投資的價值達人 都對自己的投資勝率非常有信心 所以現在富序哥休息一下 讓豐哥來講一下 也讓我們的觀眾多學一套 其實膽子小也沒關係 保守也沒關係 一樣在股市高勝率賺錢 對 我覺得富序比有厲害 不過大家也可以參考一下我的方法 我就盡量穩健的希望 讓大家可以在長期的投資 能夠有個好的收益 那我前面剛才講了 怎麼樣上班族不盯盤 還能夠高勝率 我這個統計時間是二零一五年一月 到二零二十年五月 一共一百一十三個月 其中只有七個月我沒有進駐 你就可以知道我也很愛交易 那獲利的月份 有一百個月 虧損的月份六個月 那整個以獲利總月份來看 就是有九十四趴的月份 都是獲利的 那我的基本心法有四個 第一個 這個方法一定是要從基本面選股出發 但是技術面會當我的進出點 跟加碼加減碼的參考史 那有時候我偷懶的時候 也會用籌碼面來篩股票 因為現在很多軟體 用籌碼篩股票很快 有沒有用到小哥的籌碼 有時候會 就篩出股票之後 但是我還是講 我是基本面選股 籌碼只是讓我偷個懶而已 我還是看完他籌碼 有人在收他的籌碼 那我去看他基本面 是不是符合我的目標 好 這是我第一個心法 那第二個是我想提醒大家 很多人都一直在等便宜價 一直在等便宜價 價值投資 如果你整天等便宜價 你這輩子都不會財富自由 因為真的很難等到便宜價 但因為大部分 你有合理價格買 好公司有合理價格買 就很不錯 第三個 我們市場常碰到 就說崩盤擊殺期間 這時候 你有時候一個直覺反應 就是自己這個帳面 帳戶裡面的股票 哪一檔你想要加碼 就趕快加他 我通常比較不建議這樣 原因是因為擊殺的時候 量變有可能帶動質變 就是因為大盤崩盤的時候 如果造成整個市場的變動 有可能原來的基本面 好公司的基本面可能會變化 對 所以這時候 以前我的做法是在ETF還沒有大盛行的時候 我的做法就是買比較好的龍頭股 我覺得現在更棒 因為40型ETF 你直接大量的買進就好了 所以在崩盤擊殺時 我覺得現在這個策略 經過40型ETF優化之後 更好 他的勝率跟報酬率會更好 那第四個呢 高檔一定不要空手 現在是高檔 大家都說要趕快把股票賣光 有啦 有這樣的買進 全部買進跟全部賣出的方法 小哥搞不好吃 但是我是建議 如果你是長期投資者 高檔一定不要空手 但是一定也要降低風險 那降低風險的方法是 寧可把現金的部位多連連出來 就是說你可以賣掉多一點的部位 那流出現金 可是呢 你要把弱勢股賣掉 而繼續保持主流股 當期的主流股呢 可能每一個波段 大波段都不一樣 我講的是大波段 不是小波段 大波段的主流股都不一樣 你要保持當期的主流股 那不要去買那個保守的股票 或者是落後的股票 譬如說有的人 啊台限長那麼多不敢買 那我買個中華店好了 高檔的時候去做這種事 沒意義 我的方法是寧可多保留現金 但是在股市裡面 不會去買有進攻能力的股票 如果他拉回的話更好 那這是我的幾個基本心法 大家要聽清楚 那我的方法裡面 有實在實戰的時候呢 會有四個向線 第一個第一個向線 就是我們講的就是 擇選股跟擇時嘛 所以第一個向線 就是你買對公司 又買對價格 那就是你買到長期 有競爭力的公司 而且你買的價格 就是合理或便宜價 這就是兩個都對了 那只要公司持續穩定的成長呢 你也不要煩惱太多 持續穩定的買進就好了 就算股價墊高也再買一些沒關係 就是反正他穩定 除非他狂飆一段時間 你可以暫停買 但如果他是穩定的慢慢墊 你看那種穩定慢慢賞 你持續買上去 你部位越大 你的長期報酬越大 像那個櫻花或捕風 這幾年 他就是這種走勢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那第二個向線 就是你買對的公司 但買錯了價格 這是什麼呢 前兩年的六八八的台積電 還驗好公司沒問題 但你那時候市場很熱 一推買在六八八 學長姐套在六八八 好冷到時候 當時還被大家嘲笑好久 現在這些全部都變成 我六八八 如果現在沒賣 可驕傲了 便宜價 所以如果你買到長期 有競爭力好公司 一時過熱買高了 也不用擔心 你應該是耐心等市場冷卻 降到合理價的時候再加碼 因為你要 你第一次買錯價格 你下一次要買對正確價格 那不要苛求便宜價 因為可能便宜價根本沒有來 所以這就是我講 第二個是六八八十的台積電 等於也不要亂賣 你發現他有修正冷卻 再買就對了 常常錯誤的就是說 反而好像跌下去 慌了就賣錯了 因為你買的是好公司 你反而不是要停損 而是要等他正到合理價格之後加碼 第三個上市院是 你買錯了公司 但不小心買對的價格 我講就疫情幾天 有發現一些好笑的事 就有一家 台灣有一家上市公司叫花王 他其實是做印刷的 但是大家以為是日本的那個花王 然後是做保健相關的 然後清潔相關口罩相關 結果他糊裡無塗漲停板 那就看技術指標跟籌碼指標來做觀察 因為他基本面已經不是你的情境了 你不是你設定的 你就看你的技術指標 只要動能還在 或者說不要跌破重要的短期均線 你就繼續抱著 因為給你賺錢 你幹嘛不賺 不是豐哥 你不是用基本面出發嗎 沒錯 但是我講的是買錯公司 有時候你買錯公司 這只是一個美麗的誤會 但是錢給你賺 你幹嘛不賺 然後結果還賺更多 你就繼續 不一定會賺更多 但因為這種東西 你不會買很多 主要是就是意外 有一點意外之財 好開心一下 但是動能停滯了 或是趨勢將要反轉 你就趕快出場 不要說賺個3% 就覺得太少了 沒有趕快出場 因為你買錯公司 這種就不要眷戀 那第四個就不要講 你又買錯公司 你又買錯價格 你如果覺得是這種情境 你已經套牢了 那你套牢了呢 通常前面股價是炒作了 我建議是立刻果斷停損 也不要猶豫 因為錢有更好的去處 放在那邊只會耽誤 他的那個時間成本而已 好四向線很清楚 對這樣你就可以減少 為什麼可以減少 停損跟虧損的原因 就是在這裡 至少三個向線 可以賺錢 你有三個向線可以賺錢 你就是這個你就趕快 有時候處理的好 有時候可能賠一兩% 對可是你其他賺錢 可能賺很多 馬上就平回來了 很有道理 對 好 那我就挑一下這個觀察名單 剛才我們大哥有說過嗎 今年就是要買大哥 確實 美國也是買大哥 美國你現在如果七大科技 五不買 你的績效就很差 我們現場有大哥跟小哥怎麼辦 今天只好先買大哥 所以我們還是挑大哥 因為這一波的走勢呢 真的跟兩千年的泡沫破滅前的那個科技股走勢非常像 你覺得非常像 對就是資金行情一來呢 主流還是主流 然後主流回檔之後 下次他還是主流 對 所以這一次呢 如果挑大型股呢 跟AI相關的呢 因為基本上呢 台積電鴻海 這跟AI相關 你應該不會懷疑嘛 不是其他的 其他的 對 所以這個我覺得你就一定要 只是就是說 不要衝動買在波段的高點 剛好回檔下 你就很歐而已 那因為他們都很有機會再創新高 說實在 只是買便宜一點 總是開心一點嘛 另外光寶科大概講一下 就是說 他二零二三年的EPS 是近幾年最高的 可是今年上半年 營收率退 所以他最近股價是回檔 對 但是你可以出去看 他懂事持續在大買 所以看起來人家 從籌碼來看 對呀 人家懂事 知道 很懂事 很懂事 對對對 所以你要跟著懂事 就看 表示說人家 只是暫時回一下而已 這是我的想法 好 我們就來看一下 我們剛才南保 你看是不是 他的EPS 7.26 14.44 然後這個20.14 然後現金鼓勵 6塊 10塊 15塊 對 那你看 這是去年的業績 但今年呢 前五個月 你看累積營收年增率 穩穩的 你看 每個月累積都是穩穩的 10 12 10 10 12 12 你看 這都穩穩的 那股價呢 看起來還好 因為前陣子呢 被940拉上去 被EPS 納入現在有收反而是壓力 對對對 現在看起來股價呢 有一點盤 因為他畢竟不是AI概念股嘛 所以沒有很瘋狂 所以還好 但是他整個的題材就是說 他本來的 傳 本來的本業就很不錯 那現在他這個所謂 以前我們以前是什麼 接著劑 南保素質 黏鞋底 對對對 人家現在高科技 現在黏高級斜財 還要黏半導體的應用 所以這個 就是會進入第二個成長的趨勢 就是因為這樣 峰哥我還是得插個話 你真的跟富旭哥心有靈犀 他也講過 搞不好我們兩個事先 都有研究過 沒有啦 真的沒有 但是剛好 剛好湊巧 我覺得鴻海 是大概就今年最大的亮點 你知道 我們這個故事就是這樣 2016年股價那時候 跌到剩72.5塊的時候 那時候台股大波9000點 然後郭董 這個股東 他很抱怨 郭董在股東會上 說我要看到200塊才退休 結果沒想到 幾年之後 郭董人生有其他追求 他提前交棒了 但股價還沒有兩百塊 你就大家看到 就是這樣 很多年 直到2024年初 今年年初的時候 股價都還在一百塊 這時候台股指數是一萬八千點 這這邊九千點 這一萬八千點 你看隔了這麼多年 你看股東有多悶 當然看來高層也很懂 現在董事長也很懂 開始就大聲宣布 我們跟輝塔有合作囉 我們的AI伺服器現在的市占率越來越高 越來越大 而且他還有一個很大的好處 就是說 鴻海這一波這樣狂漲的絕對不是只是宣傳而已 而是說未來 揮達的趨勢 他就是把高階伺服器做整機的輸出 那他就在整機的輸出的情況下 他對本來如果只賣晶片組 賣晶片組的話就是像什麼技嘉或是華碩會比較佔優勢 但如果是整機的輸出或是整系統的輸出的話 那像鴻海這種整合的很完整的生產力 就是他的這個成本控制 對對他跟過去的做法就完全不一樣 不是以前這種丹麥這種晶片組的這種模式 所以為什麼鴻海會越來越有優勢 原因就是揮達自己把他的產品level up 所以鴻海這種製造力更強的就也會 真的機會會很多 所以為什麼這個會漲這麼多 那當然我們也知道 很多人是不敢買股票 因為漲這麼多 台積電快要一千塊了 然後鴻海再半年不到 在一百塊變兩百塊你也買不下去 那你有看到郭董最新照片是這樣嗎 對對對 大家都說要這個才 這是他暗示的 不是我 我又看到很多人都是這樣 所以沒關係 如果你真的買不到個股 就買ETF 你看五檔高 有什麼 高鴻海量的ETF 持股佔比14.8 這是00731 富華高息低波 然後另外00881 他佔比是13.55 然後00915 凱基這檔是11.15 然後這個00901 永豐自然電動車 他是10.72 然後00918 他是8.92 他們你看佔比都至少有8%以上 所以真的如果鴻海繼續狂暴下去 他們後面都會漲比較快 因為其實前面這些都漲比較慢 最近都開始加速了 就是因為鴻海漲很多 那如果你是愛台積電 就是護國神山才是你的最愛 然後又買不起一千塊的 台積電 沒關係0052 你看他 這很有名 對對這大家都知道 他佔比都快要到60% 這也是我自己最喜歡的一檔科技的持股 科技的ETF 然後另外006208 005 006203 0057 你看他們平均佔 台積電佔比幾乎都半張以上 所以你買他等於半個台積電 所以呢 你看他們今年漲幅也都很兇猛 比大幅 比大幅還高 所以這個是可以給大家做一個參考 好 含紅量跟含積量對不對 那這裡面有很多是市值型 對對對 畢竟他是市值第一名嗎 對不對 你覺得在組合上面 要不要做一個市值型 搭一個科技型這樣的搭配 如果是你要做進攻 我覺得如果積極型進攻的話 像我自己 我就是0052會搭配006208 或是0050 這我會搭配 你就特愛台積電啊 因為這邊有特別寫出0052 那有一些像什麼半導體的 那種什麼 譬如說星光半導體這種 他是台積電大概三十幾趴 可是他也有其他很多IP股 那種我覺得也可以 他只是組合不一樣 就是說你搭一個科技類的 再加上市值型的 會更有攻擊性 因為你不想錯過更高的 台積含量這樣 好 等於是科技有很多的選擇 那飛電也許 像剛剛你舉的南保這樣的例子 對不對 來再做一個P 南保他們大概就在這一類 他比較像高股息類 但是因為鴻海本來是高股息股 現在突然變飄股了 好 做好配置也是高勝率的原因 好 這邊非常謝謝風哥 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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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吧